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viktalk 本期视频想跟大家复盘总结一下 在刚过去一天里 整个加密市场有哪些大事发生 今天绝对是值得再入史测的一天 也是整个加密货币行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SEC最终批复了11只比特币向货ETF 那么这11只比特币向货ETF会在美国时间的明天正式开启交易 那么这代表着说整个加密货币行业 尤其是比特币已经进入到了传统金融市场中 那么此举也是引发了整个市场的快速上涨 我们看到目前整个山寨币已经普涨将近15% 那么及个别的代币你看到已经有成了40% 25%左右 那么以太坊的走势也非常迅猛 目前已经来到了2550美金以上的高点 那么比特币跟以太坊的汇率其实也是创下了最近来的一个新高 那么比特币虽然还是处于按兵不动的状态 但我相信随着ETF开启交易 那么比特币的上涨其实也是未来可期 那么ETF绝对是一个重磅级的利好消息 那么经过了昨天的乌龙讯息之后 那么今天终于一切尘埃落定 所以大家确实也是一起期待 或者是一起经历了整个加密货币新时代的开启 所以在这里也是首先恭喜大家 那么来看一下整个明文市场方面 那么明文市场的反应其实没有那么快 因为我们知道明文都是中国人在玩 所以等到东马区起床之后 估计今天明文也会有一波反抽 但是昨天整个ever launch上的明文走的其实也是相当不错的 包括Noser也是开启了一波全新的打新 目前我们看到索拉那上的各种meme token目前已经开始反弹 而整个比特币生态的一些代币也是走出了一波反弹的行情 你看到过去6小时基本上也是铺张15% 所以这个的走势也是相当强 育币在昨天正式开启了自己的恐龙弹的NFT拍卖 那么可能有的小伙伴没拍上 但是确实大家抢得很猛 因为你只要去往里面打ETH 那么你都可以在未来获得代币的空头 所以昨天育币的恐龙弹拍卖一度也是造成了以太坊链上的一个高度拥堵 那么同时我们看到昨天在链上有一个全新的social fight游戏 turn up 那么该游戏其实是结合了front tech的一些机制 但是也进行了一些全面的升级 类似是有一种群组对战 跟这种黑帮互相solo的一个感觉 但本质上又是kol的一个聚集 那么这个游戏也是今天想花重量的时间跟大家去来分享的 因为确实这个游戏无论是种可玩性 还是从目前社区的一个传播程度上面都非常不错 但这个游戏大概率应该也是一个国人牌 尤其是深圳团队来做的 那么最后想跟大家带来两个福利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lumitara15个白名单的抽奖 那么昨天就跟大家分享过了 那么这些白名单的抽奖都会在我们的vip咨询群中去进行 那么15个lumitara白名单送给大家 那么目前lumitara的白名单的价格其实也是大几千块 所以如果你能够抽到的话 基本上也可以一本回本 那么昨天也说了 也会给大家抽两个星爷的nft的白名单 那么也会在我们vip群中进行 那么如果你要加入我们的vip咨询群的话 那也可以扫码付费加圈 我们的价格是500美金 可以永久入群 我们vip咨询群提供一对一的web3咨询服务和一些早期资讯和一些财富密码 那么在etf刚刚通过 那么又是各种福利的加持之下 所以如果你感兴趣也欢迎各位扫码付费 请注意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具体个人见分 想没有任何的投资建议 区块链和数据货币投资风险很高 你有可能会损失掉全部的投资本金 如果你感兴趣 请点赞关注我的频道 大家的点赞与关注 就是我见证下去的最大动力 今天是整个加密货币行业新时代的开启 那么也是加密货币行业完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那么可以说历经千辛万组 我们看到从今年6月份开始 各家这个比特币向货etf的申请单位就向sec去进行了申请 那么历经了无数次的拒绝 无数次的修改 以及昨天非常令人夸张和离谱的乌龙事件 今天sec最终还是批复了11支比特币现货etf 那么这代表着比特币目前已经可以进入到传统金融资产的交易市场中去进行交易了 那么肯定就会引来天量的资金来进入到整个比特币以及整个加密货币行业中 所以整个加密货币行业的新时代目前已经开启了 那么人类的努力其实是在历史的进程面前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那么现在大家可以在这个行业中去工作 包括大家选择了加密货币这个行业 其实都是非常幸运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2024或者是后面的2025比特币以及整个加密货币牛市的开启 那么对此其实我是相当有信心的 因为整个etf的通过其实是代表着天量的资金有了一个正确的入场口 那么资金只要能够进场 特别是只要传统金融的钱肯进来一点点 那么对于加密货币来说都是洪水滔天 我们还能想象到在2020年的一个年底 为什么整个加密货币行业突然开始暴涨 其实就是因为美国印钱开始 而这次etf的这个通过不仅仅是代表着资金可以进来 更代表着说加密货币行业从可能有一点灰色逐步走向台前 那么新时代或者是新势力已经来临 那么属于年轻人的新一代的投资资产 目前已经被美国去除了一系列的这种阻碍 现在大家就可以立刻来去进行购买了 所以我觉得对于后世我个人是相当看好的 所以我也会陪伴大家带给大家一些更为重要的一些更新 包括这个市场上的一些重点的内容 那么也感谢各位的一路以来的陪伴 那么在加密货币行业新时代开启的日子里 那么也是首先恭喜各位可以在这个行业里面 去进行投资或者是进行工作 那么也是希望各位可以在往后的岁月里面 获得非常不错的一个投资收益 大家这两天确实是非常新细ETF 特别是我们看到今天ETF批准的信息出来之后 大家第一反应都是不相信 因为都被昨天的这个黑客攻击事件 和这个乌龙事件搞得非常头疼 那么今天终于Garen Jansler在SEC的官网上 发布了这个statement 所以大家才最终确认比特币现货ETF通过了 那么确实我们看到市场也是在最终的这个statement 发出去差不多半个小时之后才开始有所反应 那么之前其实市场都没有开始赶涨 就是因为万一又是一个黑客攻击事件 所以又完全砸下来 所以确实吧这个狼来了的事件 不能讲太多 讲太多就没有人信了 不过我们看到虽然比特币现货ETF已经通过了 但是比特币目前并没有特别启动 还是没有突破四万七 反而是以太坊走势非常喜人 目前已经来到2550美金以上 创下了最近500天内的一个新高 而以太坊跟比特币的汇率其实也是追的很猛 那么前两天我跟大家说 到了0.048就跌破了0.05这个关键值 那么现在又一口气往上拉 刚才最高已经突破了0.055 所以最近以太坊的走势也是很强 那么除了以太坊之外 Layer 2的走势就更猛了 我们看到之前我跟大家说 OP就是加强版的以太坊 那么确实今天以太坊涨 那么OP比以太坊涨的更猛 那么同时今天arbitrum可以说表现的更强 目前已经突破了自己的新高值 来到了2.2 那同时各种各样的一些Layer 2 也都是一个普涨的状态 那么今天真的 我感觉大家都在涨 很难去判断到底谁涨的更好 那么我觉得 应该是要把主要的资金 还是布局在整个Layer 2 以及以太坊生态上面要多一些的 同时也要去关注一下整个明文生态 因为以他这个比特币的ETF通过 那么比特币肯定会慢慢的走起来 这个速度可能不会特别快 但是我相信明文市场随着中国人起床 很快就会冲起来 因为明文都是中国人在做 而目前我们也已经看到了 像奥迪啊 赛次啊 已经基本上开始启动了 所以我还是比较看好明文市场 在今天的一个走势的 以及整个Layer 2 我们看到奥迪已经来到了75 刚才我看的时候还大概是71左右 所以市场又开始重新丰盟起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明文生态方面 其实主链的一些明文 像AVAV今天涨的也很猛 从大概1.4 1.5涨到了现在2.2 最高也是突破了2.5 那么其他一些链上的明文 走的也都还行 但我其实是觉得明文生态 可能没有那么快 最起码在今天明文可能不会上涨 今天我觉得主力在涨的 依然是整个的Layer 2 以及比特币和以太坊 所以我觉得这些涨完之后 那么这些明文特别是一些散步的明文 才有可能往上冲 那同时我们看到今天整个的 这个比特币生态币 也是迎来一波普涨 那么昨天都跌麻了 今天终于开始动一动了 所以比特币生态币 也是推荐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当然我觉得还是没有那么快 所以我也会在后天 或者大后天 给大家做一期ETF通过之后 我们可能需要去布局某些赛道 我觉得随着以太坊生态的走强 老DeFiLayer 2 绝对是我们可以关注的 但是这个资金从交易所流到链上 又会有一两天 或者是更长时间的一些GAP 所以大家可以先去做一些提前的布局 那么来看一下 今天市场上的一些热点 其实今天市场上主要有两个热点 那么第一个热点呢 就是预避去发行的 这个恐龙蛋的NFT 那么这个恐龙蛋的NFT 也是先白名单打 然后再进行公售 那么现在呢 公售还有一点点的时间 但是我们看到 在这里面公售轮 就今天为什么以太坊上 GAS被冲到那么高 就是因为在公售轮 你无论打得上 打不上 你只要出价在0.2到0.59之间 你都可以去获得未来的一些代币空投 我看到很多工作室都在上面 无脑冲 无脑打 就是为了可以去获得到 玉璧所发行的一个游戏 那么玉璧在整个游戏赛道的 这个名声和整个的这个名誉 也是很强 所以这个项目 大家可以去保持关注 但其实我觉得目前游戏赛道 已经有很多很好的标的了 所以倒也特别不用在意这些 有传统的游戏外购大厂 去来发行的这些的一个表现 可能并不如一些纯粹的 web3游戏好 比如说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的 这个Xpad 因为Xpad目前我们看到 他已经出了这个战斗力 而且这个创始人在今天也发推特说 我们可能要去进行一些 全新的升级 那么就要开启PVP 我觉得Xpad这个游戏 目前已经开始从 所谓的这个QQ宠物 去转向了Q宠大乐斗 我相信95后或者00后的小伙伴 应该都玩过这个游戏 那么当时其实Q宠大乐斗 是特别特别火 很多人都在上面冲了很多钱来去打 所以我觉得这个Xpad 有可能能成为web3的Q宠大乐斗 所以我建议各位可以去保持关注 而且基本上从他们的这个时间点上来看 这周的周末或者是下周的周初 应该这个PVP功能就可以上线 所以大家也可以对Xpad保持关注 这个游戏我一直是比较看好的 我觉得这款游戏 其实是有金狗的潜力的 而且这个游戏跟OKX 以及跟万会都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所以等于说他的大腿 目前也是抱的比较稳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今天想着重跟大家聊的 其实是Turn Up这款Socialify社交游戏 那么这个社交游戏 其实比较有意思 我们也看到网上有一些攻略 但其实攻略讲的都比较复杂 看起来就挺头疼的 然后我也会把可乐哥所写的 非常详细的攻略 跟大家去来讲一下 就是会把它写的贴到我的视频详情里面 但确实攻略讲的太过复杂 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Turn Up这个游戏 就是一个结合了Friend Pack的这种机制模型 并且去让大家以一种帮会和俱乐部的形式 去做一些日常的任务 或者是你去进行帮会之间的一些战争的一些玩法 同时你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代币奖励 它的代币叫做Let's fucking go LFG 但现在没有发币 现在所有的这些代币都是没有上链的 会在一周之后上链 所以这个游戏可以关注一下 这个游戏 目前很多信息都不完整 我们看到它的官网 目前就只有这一个图 那么它其实也是只有这个手机端的 没有网页端 那么也没有任何的白皮书 没有任何的经济模型 没有任何的这种教程 所有的教程其实都是玩家自己来去做的 所以这个项目目前其实还是处于一个相当早期的状态 那么我会跟大家连一下这个APP端来看一下 这个项目怎么玩 以及怎么做 以及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对这款游戏看好的点 以及这款游戏目前最大的风险 可以说这个游戏目前可玩性很强 特别是能吸引很多人入局 但是这个游戏目前的风险也是相当相当大的 我们看到目前我已经进入到了整个TenUp的游戏界面中 那么这个游戏其实也是跟推特是高度帮定的 那么你进入这个游戏之后 需要去填写一个邀请码 那么这里你可以使用我视频小邀请里面的邀请码 因为只有邀请码你才能够进入到这款游戏 并且跟XPAD一样 你使用我的邀请码 也可以去获得我帮派的这个提振 如果说你想要去参与的话 那你首先需要选择一个博主 比如说你可以选择我 然后来买一个我的这个相当于说入场的这个keys 那么你买一个key就可以进入到我的这个帮派中 那等于说我们就是帮派成员了 那么在这里面呢 帮派的老大可以去执行一系列的这些任务 同时你也可以自己去创建一个帮派 就可以去做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 那么在这里你做的活动用多 那么就能够去获得到额外的这个Let's fucking go 那同时帮派的老大也可以指挥帮派去进行这些战斗 你看到这里有12345 那么你战斗胜利之后就可以去给你获得到更多的一些奖励 所以其实是有两个玩法的 一个玩法就是你完成一些日常任务 等于说你在挖矿 那么另外一个玩法呢 就是你通过这个战斗来去选择跟帮派各个的人去进行竞争 那么在这里面呢 其实玩法是比较多种多样的 而且确实在这款游戏里面对于一个好的帮主是比较重要的 那这里的帮主其实也并不是创建人本身 你看到现在我的帮主位置就被夺走了 因为有一个人拥有比我还多的这个case 也就是在这个帮派中谁的case越多 那么谁就是帮主 那么就可以去完成这些任务 因为现在我已经不是了 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完成一些相关的任务 那么你可以在这边来搜索我的帮派 来搜viktok或者直接到首页已经也可以 因为很多小伙伴比较支持我 所以大家已经冲到了比较高的一个阶级上 目前是红神然后是可乐然后第四名是我 你可以点击进入 那么在这里面呢 这款游戏其实也是一个在polygon上的游戏 所以呢你在这里存钱等等都是需要存入polygon 同样的这里有一些数据 你可以使用我的邀请法来进入等等这一系列 所以这个游戏等于说可玩性还是比较强的 虽然可乐写的这个攻略比较复杂 但实际上在我个人体验跟使用下来 这个游戏的一个基本脉络还是很清晰的 等于说你如果想要去进入到一些别人的帮派里面 你看我这里可以随便进一个 或者是我直接在我的帮派里面来去选择一些小伙伴就好了 比如说买这个姜维的对吧 我可以去buy now买他的一个 然后花一点马蹄 然后等一会儿我就可以进入到他的这个帮派中了 同时我如果想要成为他的帮派成员 那么或者是他的帮派老大 我只要买穷最多的就可以了 然后你等一会儿就可以完成这笔交易 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姜维的渐变中 所以一切的这些玩法呢都比较简单 你看我这里可以去让他卖掉 然后可以让他就是买入等等 然后我在这里刚才不是加入姜维的了吗 然后我就可以去找到姜维的这个社团 同时社团也有等级 等级不同 那么各种各样的一些属性跟加成也不同 所以这个是加入部分 那么玩法部分 如果你是老大 你就可以去执行挖矿 挖矿就是去消耗你的体力点 去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 那同时你也可以去进行战争 那么在这里面呢会有一个体力点的限制 那么体力点就限制了这个帮派每天 要么去打仗 要么去做别的等等 这一系列的一些玩法 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体验一下 或者是你可以加入我的帮派 然后大家可以来里面去打进啊 或者是一起来进行一些其他的一些操作 不过在这里是需要注意一些相当高的风险的 首先就是你看到在整个的游戏里面 那么这个帮派并不是由这个大V来去主导的 就是你看到虽然这个帮派是我建的 也是绑定了我的推特号 但现在帮主并不是我 所以在帮主不是我的情况下 有可能这个叫Smith的人 他就是专门来去做套利的 他看到现在我这个人已经冲到了第四 对吧 他买很多 然后如果有更多人进来 他就可以立刻卖掉 所以这个就是跟FranTech完全一模一样的玩法 就是早入场的人 那么他就可以赚到更多的钱 那么玩入场的人就会跟前面的人接盘 所以会存在这样的一个巨额风险的 所以你在投资之前一定要去注意一下这个风险 因为现在这个社团的掌控者已经不是我了 所以如果有人就是看到了我去玩这个游戏 来去做这些套利 那大家的这个损失也是会比较严重的 所以跟大家做一下相关的分享 那么与同时 这个游戏目前没有任何的白皮书 没有任何的经济模型 没有任何的数据公式 所以基本上大家怎么去玩 或者是怎么样收益最高都是靠摸索 这个游戏上线也不过两天的时间 所以一切的一切都还在很早期的阶段 同时这个游戏的代币目前并没有上链 那么所有的钱其实都是大家通过 整个游戏所生成的钱包来去玩的 就跟XPi的非常相似 所以这个项目也是存在着这个跑路 以及RAG的可能性的 那么更重要的是 这款游戏应该也是深圳团队做的吧 因为你看我随便翻一下 基本上前50名或者前100名都是中国的QR 也没有任何的外国人 所以玩这种游戏一旦做大了 那确实也要思考一下这些问题 那么万一出现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对吧 就有可能让你的投资资产完全归零掉 所以我也跟大家做一些风险提示 那么我做这个社区 也只是为了体验一下这个游戏 和体验一下这个软件 所以不对大家的投资做有任何的一些负责 而且应该你看到目前也并不是我是这个社区的群长 所以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风险点吧 所以也是建议各位在冲的时候不要无脑冲 你看到目前184个这个抛力杠了 这个成本已经比较高了 已经将近200多刀了 所以大家玩的时候请务必注意注意再注意 那么我就跟大家聊到这 这个游戏我觉得目前算是风险点与这个机遇并存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机遇在于这个项目很早期 而且确实玩了一下 比较洗脑比较CX 比FranTech相比有太多好玩的东西了 但是这个项目也有一些问题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几个特别早期 没有任何的数据 没有任何的白皮书 那么团队和项目方是可能是深圳团队 而且有可能会跑路 所以大家也是DIOR注意一下相关的风险 那么于从事 如果你要参与的话 也可以使用视频上请我的一个邀请码 所以这个游戏暂时给大家介绍到这 我觉得这个游戏也是收与风险并存的 如果各位要入场的话 请注意相关的风险 今天确实是减钱行情目前已经开始 无论你昨天买了什么 到今天都最少有10%以上的涨幅 特别是像Rubtrum 以及各种Layer2 目前都处于涨风了的状态 所以整个市场今天真的太给力了 所以是希望各位可以去珍惜一下 这来之不易的减钱行情 那么至于要买什么 我觉得大家可以再等个一两天 走到市场最准确出了一些方向之后 我们再去做一些相关的布局 现在就是市场一片浮涨 所以请各位起床以后尽情的小兽 今天加密市场所带来的这一系列好处 同时两个VIP群的福利给大家 第一个是Lumitera的这个激活码 目前这个邀请码已经卖到了大几千人民币 所以如果你要这个抽中的话 也可以一波回本我们VIP群的一个群费 同时呢 昨天也给大家说了 会送出两个星爷的no包对NFT的白名单 基本上我相信如果你达到的话 也是能一定能赚到钱 所以也是给大家推荐这两个VIP群的一些福利 那么同时呢 我们的VIP群也会在ETF通过之后 跟大家去来分享一些最近的财富密码 跟一些早期的资讯 所以如果你想加入的话 那也欢迎各位桑马富贵家群 我们价格是500美金 可以永久入群 好以上就是今天日报 想跟大家去分享的所有内容了 总之 随着ETF的一个通过 那么整个加密市场又进入到了 这一波牛回速规的状态 随着这个一系列的这些全新的开启吧 那么整个市场又是疯狂猛涨 所以2024真的未来可期 那么也是非常感谢各位 一直以来从熊市到牛市的这些陪伴 那么在接下来的2024中 我相信整个加密市场 一定会更加的波澜壮阔 那么也是希望各位 可以去赚到更多的一些投资收益 好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如果你有更多享受的 想聊的话 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 感谢大家的关注 拜拜